大家好 今天咱们来讲一下 怎么样简单的 储存原味的西红柿 就是说它的味道不变化很大 首先我们呢 要找到当季的西红柿 也要应季的西红柿 就是大棚栽培的那种呢 效果不是很好 味道不是很好 那找到之后呢 我们就找一个大的锅 尽量越大也好 能装许多的水烧热 水烧热之后呢 我们就把西红柿放到滚开的开水里边 煮三到五分钟 这个呢要自己把握 人不能离开 一定要一直盯着看 到什么程度呢 一直要到里边的西红柿 开始有破皮的时候 就把西红柿捞出来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 你看有一个西红柿破了一点点 好咱们再往后看看 随着时间增加 西红柿就破皮越来越多 破皮之后 我们就把西红柿从水里边捞出来 捞出来之后 要放凉再进行下一步操作 好 你看看它们就一个一个破皮了 好我们把它全部的捞出来 捞到一个大的碗里边 然后呢 尽量的戴个手套 把西红柿的皮轻轻的剥掉 嘴部很烫很烫的 一定要小心一点 但是不能等西红柿凉了以后 再去剥皮 如果等西红柿凉了以后再去剥皮 那西红柿就不容易储存了 那就是说放到密封的罐子里的时候 那气压就不能够变化 那里边的气压不能变低的时候 它的密封性就不太好 好 我们把它全部搞干净 然后我们就找到密封的瓶子 就是这种我是买了很多西红柿酱用的瓶子 要用一下 你可以去买就是一批一批的有新的卖 这个瓶子呢要洗的干干净净的 里边不能有生水 装好之后就把盖子拧紧一下 一共有几个你就搞几个 尽量的一次多做一些 然后呢你就可以吃很长时间了 我每次大约做十瓶左右吧 能做很多瓶 这一次呢上面只显示一点 就是说我要秀给大家看一下 这次呢我只是做了视频 让大家看一下 你看看 这就是我已经做好的 已经清理干净的 这现在瓶子呢是非常热的 因为一定要保证瓶子里边热 然后当等到瓶子的温度降低的时候 瓶子里的气压才会下去 然后呢才会有更好的密封性 然后它就能保证很长时间的 新鲜的味道 好了 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有什么好的方法 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 一起来分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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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